加油 加油 端午節隔一天 那時候 禮拜一小朋友 都去上課了 打開教室的大門 看到那個教室的那個 講台那邊 死了兩個人 怎麼會這樣 該市最單純的教室 竟然成了命案現場 人家報案的時候 就說死了兩個人 我們一直想說 兩個十個人會不會情殺 還是兩個相約在那邊自殺 兩位少女是在講說 然後眼睛是被白色布條蒙住 然後雙手是被反綁在背後 被人家用那個 那個汗衫撕下來 把脖子把它纏繞起來 吊在那個椅子 那個這個背後這樣 兩張椅子這樣 一人就吊一個這樣 兩個少女年紀很輕 才十出頭歲而已 明顯還在念書 嫌犯手法也太狠毒了 眼睛也把它蒙住 那個脖子把它這樣 就是脖子把它熱臂這樣 看起來就很傷心 怎麼會這樣呢 會去做這樣子的這種案子 是不是這個被害人跟這個嫌犯 有什麼深仇大分 也怕說這個將來 他們要來找他 眼睛把它蒙住以後 他找不到路來報仇 罰衣對兩人遺體進行相驗 發現其中一名少女 生前曾經被人侵犯 但兩人衣著完整 也沒有外傷 純樸的向下來講的話 那麼發生這種所謂雙屍 所謂這個XX的命案 那當然是非同小可 在當年這起雙屍命案 可著實震驚了社會 因為當年才剛宣布戒嚴一年 當初二十幾年前 它是民風都很純樸的 人口差不多六七萬 所以都是很樸實的地方 他們都是勿容為業的 一個學校裡面 小學裡面 居然說 發生了這個雙屍命案 一個被殺害的話 那大家都很重視 何況他是 同時是兩位國中女生 被殺害掉 當時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他這個 這個發生命案的這個地點 是比較所有 這個比較特色比較敏感 他那個花生這個教室 剛好一強之隔 就我們台灣省省議會 當年的省議會地處偏遠 周邊的戒備也相當森嚴 治安算是最良好的 原以為很安全 但沒想到竟然發生命案